我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阿姨的成功却引起了一大的嫉妒 她故人让阿姨撞进医院 自己则取而代之 躺在病床上的阿姨决定孤注一掷 设法取个毒品 通过吸毒来缓解腿伤造成的痛苦 那么之后阿姨真的会吸毒吗 狮卑作为逆光医的新成员在和狼们相处中 他们是互生情愫 但是极客的出现却打破了平衡 引发了很多的猜忌和误会 那么狼和误会之间 他们的误会能够消除吗 让我们来看今天听见梁山的第六集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什么用 等一会儿啊 这个烟写的时候 你就立刻洗 知道吗 我也看到了 打瓶的东西 去哪里 我现在给妳看 也不得抓了 我这下一个人 你 别走啊 怎么了 这么不高兴 哥带你去开心开心 别烦我了 瞧你那样子 肯定比你那小牛甩了吧 告诉你啊 就你们那点小情小爱的 至于这么烦吗 哥给你保证 一会儿你就不烦了 好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好生理 老 这个是利 您俩快一个吧 你好帅哥 谢谢你 哥最近刚盘了个场子 这几天就开张 你来给我当助唱 演出费照给 你还能排练 怎么样 放心吧 演出费绝对会少不了你的 谢谢美哥 客气 喝酒喝酒 你 知道我叫什么吗 你叫莉莉 你会玩骰子吗 再玩骰子吧 我教你呀 这样吧 这样 我输了 你亲我 你输了 我亲你 行不行 好不好吗 玩一下 这样都不行啊 要不然 你输了 你输了 赢了 全是我亲你 行行 你做这个多久了 多久啊 你为什么做这事 家里穷呗 我觉得 你长得挺漂亮的 气质挺好的 你应该找个好工作 干的这么一事 为什么要干这个 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 你以为你是谁 什么叫做正经事 你给我花钱 我让你开心 这就是交易 这就是最纯粹的正经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意思 你觉得你活得比我高尚是吗 那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们 不就是花几个臭钱 想修辱修我们 来争取你那破碎的自尊 其实你并不知道 在我的眼里 你们活得像一条狗一样 咱们谁比谁卑贱啊 谁比谁高尚啊 我想说的是 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生活 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啊 都这么喜欢左右别人的生活吗 你想教训我什么 你画这块墙了吗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说一句话 我不知道我们这句话 对你们伤害的 请你解释 刚才你的钱 我们也消费完了 这是我们的 不是 不是 是师父打电话 你昨晚上去哪儿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为什么告诉你啊 你是我的谁啊 你没回家的时候 你也没告诉我啊 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 好 你说的啊 那以后咱们谁也别管谁 我们来就应该 谁都不该管谁 你只是住在我这儿 不想住可以不住啊 有更好的地方 你可以去住 你莫名其妙吧 那天是我喝醉了 某个人陪在另一个女人的床边 咱俩别吵了啊 排练还要不要继续了 要继续 我找了一个新的排练室 什么新的排练室 不是已经有极客的排练室了吗 我不想在那排练了 我昨天晚上见了鬼哥了 他说用他的新酒吧让我们排练 还有演出费 钱都给了 我不去他那排练 那我去你自己去 我只去极客那排练 我看你是喜欢跟极客纠缠在一起 你胡说什么呢 你那莫名其妙的自卑 昨晚这又开始发作了是吧 没错 我就是自卑 我就是那下水道里的青蛙 你去承包里找你的王子吧 好 你说的啊 我说的 去就去 你别后悔 别后悔 别回啦 我就是自卑 我就是自卑 你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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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不自已 自是自乐 阿尽露阿尽露阿尽 沙泥扎摁乃泥扎摁 阿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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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檢 阿檢路 好 他你達知夢,我你達知路 停下,停下,停下 以前是因為阿姨的腿受傷 所以我決定Lina和吉克組合 現在阿姨的傷已經無大礙了 咱們繼續阿姨和吉克的預料組合 白總,我跟吉克的哥已經排練得差不多了 現在讓阿姨回來,恐怕不大合適吧 好了,這時候我已經決定了,別再說了 快點排練 快點排車 你們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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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混蛋 你要弄清楚 我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我的女儿 我要让她信我 如果说是你缠着我的女儿 我轻而易举就可以废了你 可就因为是我的女儿喜欢上你了 直接拆散会影响到我们父女俩的感情 所以小伙子 分手这话 还得从你的嘴里亲自说出来 这里有五十万 五十万 只要你愿意跟我的女儿说分手 这些都是你的 没错 我就是个情邦蛋 我就是下水道的藏颜 藏颜就应该生活在下水道里 我就喜欢肮脏恶臭的下水道 就像你们这种人 生活在前队上一样快乐 这步忙我帮不了你 你还是想给你办吧 慢点 别这么快就拒绝我 小伙子 给你时间 回去好好想想吧 大白天你就来找我 你想死你也别拖我下水了 姐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咱的尾款是不是该截了 你还好意思找我要钱 让你撞个人多大点事啊 人家还好好地站着呢 你还找我要钱 姐 不可能吧 就我那状法 他就是不惨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站起来 你自己看看去 他还好好地站着呢 刚刚还抢了我的东西 姐 那姐你什么意思啊 这撞都帮你撞了 你总不能不给钱吧 要不 我再帮你撞一次啊 你去死吗 你怎么不撞你自己呢 我告诉你 一毛钱我都不会给你 下车 姐 别这样啊 咱得讲信用不是 下车 滚 赶紧滚滚 滚滚 滚滚 您喝着啊 阿强 今天晚上的事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哎 不过大哥 咱这么好的酒吧 干嘛要烧了他呀 再说了 烧了他咱也怎么开业呀 烧了他才能开业 大哥 我不太明白 别怪大哥没教你啊 这好好的一个酒吧 上一个老板为什么会赔 为什么要盘给我 哎 这我知道 咱这地盘不好 屁话 这地盘是最好的 全都怪这破装修 所以呢 怎么办 怎么办啊 重新装修啊 废物 杀了他才能重新装修啊 现在明白了吗 高 实在是高 欲言又止的伤心 听见刹那间 雪花落满整个冬天 谁在屋檐下 遥望森林 谁在山路旁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这个排练室即刻借给我们用的 你刚刚唱的歌 是你要参加比赛的 关你什么事 要么你在这儿 我走 要么我在这儿 你走 我凭什么走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排练室 好 那我走 谁会去哪儿 我先走了 晚上有空吗 一块吃饭吧 极客 我们今天可能要排练到很晚 我之前落下了好多东西 需要抓紧时间练一练 好 我晚上跟你吃饭 有点连接到 有点连接到 你为什么要连接吃饭啊 你在追他 我们两家是十交 他父亲让我们照顾一下 是他父亲让你照顾他 还是你自己要照顾他 行了 这么别聊了 开始吧 好 不过 不过 我觉得我们的歌不够好 我觉得还行嘛 你怎么能这个态度呢 我觉得 音乐只有好和不好 没有凑合 来 来了 就等你们俩了 那个过两天咱这儿就要开业了啊 你们俩啊 待会儿把那个要演出的歌 都练一下 那个 咱这设计啊 可都是新的 你们得保护好了 还有待会儿走的时候 把这个灯啊 窗啊 门啊 什么的都要关好 要出点安全责任的话 就你们俩的责任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如果有人 把你下半辈子要挣的钱 都给你了 要你离开你的女神 你怎么去 用学了吗 别说是下半辈子 就下辈子 下下辈子 所有的钱给我往这儿 扒一拍 我就告诉她一句话 我能换 这能换吗 这换了跟人渣有什么趣 啊 思飞 你怎么了 不开心 你说 一个人的自卑心膨胀起来 怎么就这么烦人啊 有多少钱吃多少饭 干嘛老往上看 看也就算了 还跟人家比 自卑就自卑呗 老爽不赖 你心里想着别人的样子 真美 其实 我心里挺喜欢你的 嗯 要不 你做完一步了吗 嗯 嗯 你刚才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没说什么 嗯 哎 老婆娘什么味儿没有 哪是不是成头了 那那那快快 我去 我去 你怎么走啊 走开 你快走水啊 我去 哎 你 你 相信爱情啊 我不知道 你车要是在哪儿 车要是 我不相信 我从来不相信爱情 如果我现在想起来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相信爱情 我很喜欢你 你和我在一起吧 你为什么打我 我现在只是打你 赵哥以前 你 你的脑袋早不在不上死 你 起来 回家 哎 你 你 看我 你们两个小子 行啊 胆够大点 啊 一个捅我一刀 一个烧了我的酒吧 你们这是计划好找我报仇的是吧 我们在那儿好活活活力 我自己找了 我们什么事 我们自己还受了伤 被改进去 你让我出去 咱俩 这样吧 我的酒吧 装修花了三十万 给我重新装回 要么 就把个三十万的本钱还我 三天之内 我要看到钱 你爱我吗 爱啊 我当然爱你 你爱我什么 我爱你的一切 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 如果我的一切 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 你还爱我吗 不管你的一切是什么样子 我都爱你 那你带我走吧 带我离开这个城市 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 你和我 就咱们俩 谁也不认识咱们 好不好 好啊 当然好啊 可是为什么呀 你说话要算数 好 不准反悔 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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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我能进去坐会儿吗 有什么事吗 连坐会儿都不行吗 喝酒了 手怎么出伤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库宜哥 现在我们烧了他的酒吧 隔了我们三十万 这伤就是他弄 三十万 不提这事了 你来找我什么事 王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好不好 好不好 我不想你 我不能没有你 我们的意儿已经翻过去了 不要再提我们之间的事了 你为什么不抱我 你心里在想着吃威对吗 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合适吗 你什么意思啊 他是千金大小姐 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只不过是个情小子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我就说 我自己也要说 其实你心里也是这么觉得 你也觉得 你也觉得事为应该跟极客那样的人在一起 他们才相配 对不对 对 事为就应该跟极客在一起 关你什么事啊 关你什么事啊 我去找他 你去吧 你去吧 他现在已经在另外一个男人 你现在 就有一个环境要在你面前 你要不要 就有一个环境要在你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要做男朋友 不能逼我做三件事情 第一 不能逼我喝酒 第二 不能逼我唱歌 第三 不能逼我笑 这前两个我能理解 可是为什么不笑啊 没有为什么 你答不答应 答应 好冷啊 我把地幅 不要 抱紧我 我爱你 我喜欢你 你有什么 我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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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来呢?你醒了? 小爱子,你以后一定要对人家负责任啊 阿姨,昨天晚上太冲动了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人家不要对不起吗? 昨晚,果冬已经把自己给你了 你难道不应该对人家负责任吗? 要不,我们结婚吧 看把你吓得 这么不想负责任吗? 这么不想跟我结婚吗? 你不是很爱他吗? 那咱们俩这样 又算什么呢? 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我就是要让你们对不起的 就算你们也要在一起 那又怎样? 你会永远都记得我 你会永远都记得 我是你第一个女人 这就是我的目的 怎么样? 这是不是很大力 喜欢吗? 我让你们那衣服穿了一层 只有这么紧能穿的衣服 我就凑合当谁穿呗 你不会紧,是吧? 你有一定的证吗 有你 actually 有区 frame 也知道 别说 快车 是我 阿易 我找你有事商量 来了 坐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好久不见了 想跟你坐会儿 聊聊 不行吗 咱们俩有什么好聊的 有事说事 真没想到 你们乐队还能进角色 你们的新歌准备的怎么样了 别绕了阿易 直说吧 好 那我就言归正传 我知道你现在 我现在很需要钱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直接跟我开口 你有这么好心 我当然没有这么好心 不过你有资本 你可以跟我换 这要是以前 我可以考虑好多 不过我现在有你 不好意思啊 不会出卖我的肉体 我真不是来跟你说笑的 快车 那我不妨跟你直说吧 我想要你们乐队原创的 听见两声 你看车人了 你看看我的手 快车快车 你看看我这条 像是出卖队友的脸 狼是我兄弟 那是我兄弟 隔着他起来 我告诉你 我不可能出卖他 狼性跟你我最了解 他肯定会自己扛下这笔钱 不过 看你对兄弟这么张义 你会让他一个人扛吗 再说 他拿什么来扛啊 伟哥呢 由于知道 世卫的父亲啊 是本是一个大集团的老总 愿为 凭借狼和世卫的关系 狼身上敲打一笔钱 应该不成问题 所以他吩咐阿强 蓄意放火烧回酒吧 然后嫁祸于狼和快车 阿强呢 直接放火 已经触犯了放火罪 放火行为已经实施 就可能造成 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 或者 只不特定的公司财产招售 万一遇到了巨大损失 根据五国刑法第114条 放火 绝水 爆炸 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 传病病原器等物质 危害共互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所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多需徒刑 鬼哥呢 受益阿强实施放火 虽然没有具体实施犯罪 但是 他教唆别人实施犯罪 属于共同犯罪的主犯 因此 鬼哥也触犯了放火罪 事后 鬼哥又以酒吧被烧毁为名 威胁恐吓狼 向他索要中销赔偿款 三十万元 这属于 敲诈勒索罪 火国刑法第274条指出 敲诈勒索公司财务 数个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说去打 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而白雷呢 给阿一示范吸毒方法 他做别人吸毒 也触犯了我国刑法的 第353条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 注射毒品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而阿一呢 在那指控吸毒 根据我国的 专管理处罚法 第72条规定 可以判处 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 同时可以并处 两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 除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自从下入了阳光普照 阿一的生活呢 就变得不再纯全 如今 他又在这复杂 阴暗的心理 接近狼 而狼此刻呢 也处于复杂的困境当中 一方面 他和世薇的误会 并没有完全消除 另一方面 原本就困惑的他呢 在经济上 就遭到鬼阁的敲诈 而世薇的爸爸此刻 用金钱诱惑他 拿出卖自己的感情 那么之后 狼会如何选择呢 狼和世薇 阿一的感情 又会何去何从呢 快车一直用心追求苏曼 这一次 苏曼终于勇敢地 释放了自己 付出了感情 但是 如果快车知道了 苏曼的另一个尴尬的身份 那么 他们的爱情 还能够有结果 快车作为狼的好兄弟 他们一路扶持勇敢面对 现在阿一要通过他 买下听见梁山这首歌 那么 在道义和金钱面前 快车又会如何抉择呢 明天请不要错过 《天见梁山》的第七集 这是五万块钱 这只是手 我觉得您说的那 我就应该在 思维还在乎我的时候 赶紧把这个交易 那就 签字吧 我没有 我没有和吉克在一起 你现在就去吧 和他在一起 看普法故事 品百恶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这个月 我怎么不知道 Stan 是的 我怎么到 这ả economies 呢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